雷宇征没有想到林向远的野心这么大,在设计盘上蒋家之后又不满足于信众,或者从始至终,林向远看中的就是雷宇征的位子。 雷宇征心思缜密就从他身边的人入手,何群飞作为在公司里雷宇征最近的人自然成为了林向远的第一目标。 何群飞在事态严重前压根就没有想到,林向远给自己的一百万,居然是抱着这样的目的。 眼睁睁看着雷总在新闻发布会议上被带走,何群飞意识到是自己的行为,才导致雷总被捕。 蒋帆绿本来就怀疑是林向远在背后搞鬼,但他和自己肚子里还怀有林向远的孩子。 谁知蒋帆绿意外发现林向远在外找小三。 在和林向远的争执下,蒋帆绿不是流产,肚子里的孩子没了,自己和林向远唯一的亲伴也随之交散。 本身就对林向远没有太多感情的蒋帆绿,终于清楚林向远的面目。 于是开始私下偷偷调查,这才发现林向远的小动作,最终决定把林向远的计划公之于众。 雷宇征终于洗脱冤屈,结束了自己的牢狱生活,但在出狱后雷宇征才发现,杜小苏一直跟他说的父亲身体健康,都是为了安慰自己。 中风流下的脑汤不可治愈,看着入狱前孩子跟他谈天论地的父亲,如今只能躺在床上。 曾经骄傲自满的雷宇征开始深深的怀疑自己。 现实被陷害入狱,害得父亲卧病在床,如今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 即使杜小苏解释过无数遍,这是之前正风流下的后遗症。 雷宇征也不愿接受这个说辞。 雷宇征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,开始自甘堕落。 曾经自律向上的雨天集团董事长,开始终日沉浸在酒吧之中。 杜小苏看到现在的雷宇征内心十分着急,想要把雷宇征拉出深渊。 谁知雷宇征不仅不买账,还打吼杜小苏,认为一个外人无权干涉他的生活。 这让杜小苏意想不到雷宇征接受不了父亲缺世,他可以理解。 但他这份自根堕落的做派让杜小苏失望至极。 雷宇征看着杜小苏满眼的泪花,愤怒地将被子砸在地上,大声地喊杜小苏滚。 随后便拦着的人大摇大摆地离开。 杜小苏不敢相近,曾经意气风发的雷宇征如今任由自己放纵到如此地步。 想想在他入狱后,自己几次三番想要见他都被拒绝。 杜小苏突然生出自己付出的感情是否值得的念头。 不过杜小苏最终还是没有放弃雷宇征,他坚信雷宇征一定可以再次站起来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点赞评论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